彰化县文化局自集日起至8月31日止 在彰化县立图书馆 举办2024彰化夏日缤纷好读节 音乐响起活动 欢迎家长们利用暑假期间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那今年我们的好读节 是以音乐为主题 所以我们有邀请了好多的专家来分享 有关音乐这方面的主题 我们不单单有主题书展 那甚至呢 我们还还有留声机的特展 大家可以看到古老的留声机 还有配合虫胶黑胶的唱片 可以把古典的乐曲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是磐式 因为好细带 那你可以跳音乐也快 那代表就是说 一战前一战后期 唱片的制造是 这个片子是虫胶 鸢之虫的那种虫胶 那现在产量已经变少 那如果不懂 那个年代的东西 包括流声机上面的漆面 就是虫胶做的 清漆就是虫胶做的 是一样的材料 后来才有黑胶 对 黑胶是塑胶 那虫胶是昆虫的体力去做的 所以它怕水 一怕到水 大概放大四五倍大 跟纸很像 然后刷下去就像玻璃破掉 所以这个一开始是虫胶 再加上这个植物针 对对对对 植物针 然后一战以后才有其他的 这个金属的 对对对特殊的 还有宝石的针 对对对对 比较多对 大概是这样 2024彰化夏日 缤纷好读结 以音乐为主题 规划闯关 主题书展 留声机展览会 等十九场系列活动 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 借书达30本 即可兑换猫咪马克杯 申办借书证 并挑战音乐谜题闯关 即可获得一个公车造型笔带 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图书馆唱游书海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话采访报导